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星雄铁道2.41条龙成就书籍宝箱 占领品碟片先收罗浮悠求域全收集地下一层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悠求域-1层的 -1层右侧的这一个传送点 承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 然后往前走之后我们再往左拐 左拐之后继续上楼梯 上完上一个楼梯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我们往右前方走 这里有一个透明的门 在这里这个门柱子上有一个诗曲 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商店 我们点击一下对话 结成为遗符 然后给我看看货吧 然后我们随意买任意一个东西就可以 买完之后 然后我们退出来 就能够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回头 回头在我们的身后有一个路话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路话 过来之后前方有一个门 我们先不进门 在我们的右侧 这里有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再进入刚才的门 进门之后 进门之后走出来 走来之后我们往左看 这里有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复一场最左侧的 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过桥 过桥之后前方这个绿色的机关 我们跟他对下话 我们按下 好然后就在我们的前方 我们往前走 走到前方过桥 然后前方有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立马再回头 避免进入战斗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立马再回头 再回来 走桥走回来 再来到我们刚才机关的地方 我们再给的顺手 给的按回来 好按不回来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来到机关的地方 接着我们南方向 好我们还是先给的按回来 接着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走到最前方 能够看到有一个小木箱 在我们的右前方 有个小木箱 在后面又藏着一个犯人 让我们跟大家对话 因为好啊好啊 过我们的奥公 好我们跟他对话 对话完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这里 能够进卷 就是一条小道 进来之后我们往左拐 然后左拐这里有一个宝箱 然后还有一个鸡脚翔鸟 我们跟他对象化 然后这个是锦号西一 然后缩板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就是锦号西一的成就 啊千万不要记错了 就是这些什么锦号西一的成就 可能会有点乱 但这一批这个 会带你做完这个成就 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我们复义堂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在我们回头 回头我们来到第二堆的木箱 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调查 我们点击一下调查 这是一本书籍 这是我们的魔音考生 也终于能够拿齐了 对话按照我们回头出现了一个NBC 然后我们走一下 然后进入剧情 魔音深考 然后这个 拿完之后 然后兑换之后 再来我们的 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就是一个瑞昭六合 我们再次调查 进来这最上方的这一刻 我们再点击一下 在这个往上再雷一层 然后接着在个最中间的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给它雷一层 然后中间的再点击一下 再给它 点最上方的再给它雷一层 好 让我们打开宝箱 别忘了和伙伴们分享喜悦 打开宝箱 我们收到了一条短信 然后选择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 区别 你选任何选择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还有再三个 然后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上路一梯 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个宝箱了 我们打开宝箱之后 前方有一个调查 我们点击一下调查 然后 因为有柜子 好 我们点击一下调查 然后退出来 然后这个退出来之后 我们继续对话 然后要不再看一会儿 然后继续对话 好 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 看到了一个我们的假声 让我们点击旁听 我们再次对话 随意选择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 啊 啊 其实任意选就可以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咦 好 获得成就 接着 接着在我们的 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往地下看 在前方的控制台的 左前方这里有一个调查 这个就是 锦号西的那个 机枪鸟 机枪鸟要的东西 你需要先去那个 完成第一步 然后这是锦号西啊 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 然后看一下 我们再来到负一层 负一层最左侧的这个传送点 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按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通到没通 你就旁边的这个机关 你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往前走 走到石头路的镜头 石头路跟这个百油路的镜头 这个交接处 走到这里之后 我们往 先往左拐 然后左拐走到镜头之后 我们往右拐 然后往前 前方这个瓶子的 来到瓶子里 我们往右看 然后这个刚才 这个白鸟在这里 我们跟它对加话 然后把纸条交给它 然后让它睡着 这个选人选项都行 好 然后我们再次 跟那个白鸟对话 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走吧 然后我们选择 我知道怎么走了 然后选择第二个选项 然后选择第二个选项 好 获得长久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 十个战利品 然后接着再打开一下 我们的成就 在我们的 这个与你同行的回忆 这是三个成就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书籍 来到仙周罗福 我们往下拉 就是魔音深考 这是几本 就一本书籍 只有一本这个魔音深考 归得大往下拉 就这更是 我们接着这个魔音深考 根本来愿者 特别离开 看起来 我们下巴 我们下巴 小地图 我们下巴 然后